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有那么几对明星情侣 让粉丝们日夜牵挂 白敬廷和宋益就是其中之一 1月8日 这对疑似情侣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 知名狗仔刘大锤在直播间爆料 称两人感情稳定 好到不行 最近还拍到了宋益工作结束后 直接回到白敬廷新买的房子 这一消息犹如头石激起的千层浪花 瞬间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不得不说 白敬廷和宋益的恋情传闻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早在之前 就有消息传出两人已经见过家长 甚至一起出国旅游 而这次狗仔的爆料 更是让两人的恋情传闻升级 有网友猜测 白敬廷新买的房子 莫非就是传说中的婚房 不然宋益怎么会如此自然地出入其中呢 然而 面对外界的种种猜测和质疑 白敬廷和宋益却始终选择保持沉默 既不官宣恋情 也不出面辟谣 这种态度反而更加勾起了网友们的好奇心 有网友忍不住调侃道 这俩正吵反吵也不官宣也不辟谣 是不是想急死我们啊 当然 也有网友对两人的恋情表示祝福 他们认为白敬廷和宋益很般配 如果恋情是真的 那无疑是一件值得祝福的事情 只不过 两人恋情曝光这么久 却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回应 这让一些网友感到有些失望 总之 白敬廷和宋益的恋情传闻 虽然扑朔迷离 但无论如何 我们都希望他们能够幸福 如果他们真的在一起了 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好消息吧 第四名杨子邓为 杨子 在古装剧《长相思》中大放异彩 与邓为 谭剑刺 张婉义 王红义等同剧男演员一同成为了焦点 然而 最近 他与邓为之间 传出了一段令人猜疑的恋情 网友们纷纷发现了 三大疑似爱情蛛丝马迹 这令人则说 两位明星不仅巧妙地利用谐音传递爱意 还在戏外表现得十分亲密 男方甚至将女方的名字融入自己的着装 一身紫衣搭配紫酷 这样的举动让人不禁为之欢呼 消息一出 整个网络都沸腾了起来 邓为的双标 也是妥妥说明了对姊妹的用情专一 在对戏的间隙 邓为因为走戏太深 情绪深陷出不来 于是杨子为了哄邓为开心 突然来了兴致 给邓为编起了小辫子 这辫子一出来 邓为便有了贤妻良母那位了 只是邓为毫无察觉 杨子辫子都编好了 邓为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笑得那是一脸开心 杨子解释这样的造型 令角色涂山仅有了 一种俏皮的感觉 邓为却一眼看穿杨子的忽悠 语气宠溺地拆穿说 你再继续往下边 虽然邓为嘴上不饶人 但身体还是骗不了人的 默默地接受了辫子造型 这一段的刻点 就是邓为根本不反感 不抗拒 还笑着跟杨子互动 他好像那种 真的喜欢被女朋友 梳妆打扮的小狗狗啊 然而 同样是编辫子 其他女演员给邓为编辫子 邓为知道之后 毫无反应 冷漠地受着 冷漠地叫其拆开 最后女演员还是 迅速地拆下了辫子 这个双标真是爱了爱了 邓为对杨子是肉眼可见的宠溺 对别人是一点都不容情 第三名白鹿罗云熙 早在2019年 两个人就合作拍摄了另一部现代甜剧 2023年罗云熙和白鹿二搭的 《长月静明》已经大结局了 戏里的他们经过了三生三世的虐恋 戏外的他们却非常的甜 在戏里的花絮中 罗云熙对白鹿百般照顾 连世戏中的吻戏 两个人都亲自上演了 导演可没规定世戏一定要真亲呀 看来 两个人是情难自禁 这还不是第一次了 在最新的访谈中 罗云熙和白鹿凑得非常近 还用手拇指摩擦着白鹿的肩膀 手臂贴着白鹿的胸 这不就是真正的情侣才有的模样吗 罗云熙对另一半的择偶标准公开了 首先是外貌上是要长发 比自己年龄小 其次投缘 两个人要有说不完的话 再次找一个会玩游戏的女朋友 因为罗云熙曾经因为沉迷游戏 和前任女友分手 所以她想找一个会玩游戏的女朋友 而白鹿刚好也会玩游戏 说到这里就很有意思 白鹿曾经是不喜欢网游的人 后来也是和罗云熙合作后 才开始玩游戏的 这就是典型的爱你所爱 这样无形之中 增加了两个人的契合点 如果三大 罗云熙和白鹿 极有可能会走罗靖和唐烟的路线 从白老师 鹿鹿到妖妹儿 再到小宝贝 这不就是妥妥的偶像剧吗 第二名王凯谭松韵 谭松韵和王凯的缘分 始于一部现代都市剧《向风而行》 这部剧讲述了两位飞行员 在面对重重困难时 相互支持 共同成长的故事 谭松韵饰演的女主角 在剧中展现出了坚毅 勇敢的性格 而王凯则扮演了一位 充满正义感的男主角 两人在剧中的默契配合 以及精湛的演技 让观众们为他们着迷 在拍摄过程中 谭松韵和王凯逐渐熟悉起来 他们互相交流演技 探讨剧本 成为了彼此信任的好朋友 正是这种深厚的友谊 为他们在剧中的默契配合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 王凯和谭松韵在片场的互动 也颇具亲密感 他们之间的默契和自然互动 让人感到十分暖心 王凯在谭松韵笑场时 恢复住他的手臂 甚至握住他的手 这些小举动 都显露出他们之间的默契和亲近 但更引人注目的是 在电视剧圣典礼上 主持人明显在撮合两位明星 直接了当地询问谭松韵 是否有可能和王凯在现实生活中走到一起 谭松韵的回答充满了暗示 他说 希望吧 看缘分 这句话被广泛解读为一种间接官宣 暗示了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 谭松韵的回答也充满了巧妙的语言艺术 他没有明确否认 也没有过于官方化的回应 这种回答留下了很大的余地 让人们可以继续猜测和讨论两人之间的关系 你认为王凯谭松韵可能在一起吗 第一名赵露丝无垒 吴磊赵露丝缘分始于《长歌行》 之后合作了《星汉灿烂》 在2021年 吴磊赵露丝就在电视剧《长歌行》搭档过一次 比试俩人同框戏份并不多 但一年后 俩人在《星汉灿烂》和《月升沧海》中 戏份多了起来 而且还是那种亲密戏 表现得十分亮眼 许多剧粉回味无穷 纷纷刻起了真人CP来 无路可逃是真是假 大家各执一词 有人认为CP粉天真单纯 俩人只是营业 而坚信他们是真的人 依旧十分上头 本以为《星汉灿烂》后 无路CP已经淡出人们视线 没想到一年过去 这对荧幕情侣在星光大上重逢 依然让人看到 他们眼神交流的柔情密意 当吴磊硬邀上台领奖时 镜头切换 赵露丝变恰到好处的出现在画面中 他换上水墨色高级定制礼服 披上外套 露出两条玉腿 样子惹眼动人 在正心的簇拥下 他眼神温柔 嘴角含笑 双手有节奏的机长 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台上的吴磊 吴磊频频偷瞄 眼神出卖星际其实 但往吴磊和赵露丝的座位相距甚远 中间隔了十几个人 他要是不刻意去看 根本注意不到那么遥远的角落 但是 多位网友却发现 吴磊在颁奖礼上 频频向赵露丝所在方向偷瞄 而且眼神格外温柔 有的时候 当其他人都在盯着舞台 或低头玩手机时 吴磊还在盯着赵露丝看 赵露丝起身离场时 吴磊的眼神也一直跟随着他的身影 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门外 种种迹象表明 吴磊的全部注意力 都放在了赵露丝的身上 粉丝也对比了吴磊 看不同人时的表情 平时那个清冷禁欲的少年 此时眼中却满是笑意眉眼弯弯 眼波流转饱含深情 这与他看其他明星时的淡漠样子 形成了鲜明对比 谁不说吴磊是真情实感呢 那么以上CP中 你最磕哪对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吧